哈囉 大家好 我們終於再見面了 這幾天呢 天氣還蠻冷的 然後就是我開始穿了舒服的毛衣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真的居然不知道我遇到這麼幸運的事情 我手上呢 有這台是我一直很想要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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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馬車 再來呢 它其中有個特點是這個馬車它可以像這樣子的打開 然後另外呢 它晚上呢 它可以點燈 我們就來看看到底點燈是什麼樣子 跟我起來打開它吧 我收到的這個真的非常棒 因為之前的主人呢 把貼紙都貼完了 再來 它還有保留原本的說明書 我請到黑碗熊一家人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這個可愛的馬車 這裡是前面的部分 然後上面有個燈 碗熊媽媽把花欄掛上去 好漂亮 馬車有這種很細緻的木紋 超級的漂亮 像這樣 另外一邊呢 它有兩個勾勾 所以它可以掛兩個花欄 或是你可以只掛單邊 它還有附上一個可愛的樓梯 它有一個超棒的設計 是當你不需要這個樓梯的時候 它是有勾勾 它是負責 公用室負責刮這個樓梯的 而且它這個窗戶可以打開 復古的煙囪裝好了 我們來一起進去嘛 車裡面到底有多麼的可愛 從這邊打開 就可以掀起來 記得這邊還可以再開 記得這邊還可以再開 這個就是在樓梯部分 然後這裡有一些漂亮的木紋 然後這邊也可以拉下來 全部都是全新的 然後它連這個鏡子都還沒有拆下來 然後這個呢 一拉下來呢 會看到一個小馬桶 然後在地上呢 有一個小機關 你可以放一些收納的 把它放進去 滿深的 來裝飾它 收納空間真的非常的多 右邊的櫃子 中間的烤爐 以及左邊的收納櫃 都可以打開 整個家佈置起來 整個家佈置起來 看起來好溫馨喔 它附上這個漂亮的桌子 然後還有木紋 然後它的椅子 是可以變形的 就這樣子 組裝起來 然後這裡 拉起來就是一張漂亮的椅子 我非常喜歡它這個 首附的寶藍色的餐具 好熱鬧喔 東西好多喔 窗戶可以像這樣打開 到了晚上收拾好廚房 椅子放進去 然後蓋起來 然後桌子放旁邊 這裡勾住之後 這裡就歸移動 然後這裡有漂亮的木紋 就在上面 這邊 接下來會有兩張 床 有一個樓梯 這時候原本是短的 可以把它打開 扣上去 上面就是可愛的睡覺空間 而且被子的花紋真是超級可愛的 介紹了這麼久 可愛的馬一定要出現 這個是可愛的馬 然後因為它已經蠻久沒有裁 所以脖子有點小小的 痕跡 不過非常的漂亮 全新的 然後馬都會附上了 馬鞍 以及千繩的部分 然後這裡這個可以掛的是 整理馬的用具 整個弄起來點燈之後呢 整個弄起來點燈之後呢 是這樣子的感覺 前面有一匹馬 然後這裡有它內部的一個燈 第一次把燈關掉的時候 我們剛剛介紹中出現了馬兒 其實在收集森林家族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直想說 森林家族少的動物是馬 可是後來發現 天啊它竟然把我最信任的小馬 就是真的是 動物們的車夫 算這樣講嗎 可是又不是一個 可愛像四人的形體小馬 然後這個的馬呢 它是 我從英國買來的 然後另外的這個 是跟原本的主人買來 它是台灣買的 我發現它兩個的馬的顏色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深 這個比較淺 非常的可愛 然後 我其實沒有收集 全部的馬 不過我之前 剛好有買了一個很小的馬的set 那時候只是想看 看到底森林家族的馬 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買了這個是小馬 是小朋友的馬 它的馬鞍頭髮跟大小 就跟這種大馬的很明顯有差別 之後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像這種有電的玩具呢 我通常會把它檢查一下 包括它後面就是電線的部分 結果我這個馬車呢 因為我那時候 剛買的是 這個全新的台灣這個版的 全新的時候 發現它的螺絲因為太久太久 沒有開了 所以後來就被我一直轉轉轉轉 轉到最後就是 滑牙 就是崩牙 螺絲崩牙的狀態下 就是我有一台可以亮就好 有這一台不能亮就沒關係 不過我還是沒有放棄 我後來非常感謝腳踏車行的老闆 之後幫我把這個崩牙的螺絲 幫我轉開 然後並且幫我修復好它這台的電路 所以它這台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然後另外也非常感謝可愛的這個生友們 因為它這台真的說真的 它保存的紙盒啊 或是它原本的這個外觀 都是非常的棒 謝謝你們 讓我可以游泳它 我覺得一個玩具最棒的呢 不是這個玩具本身 而是這個玩具 帶給你非常多快樂的經驗 那跟你們分享囉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的影片 請你別忘了給我一個喜歡 請你並持續追蹤我的頻道 我是迷之森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